這次美國大選 暴露出一個媒體的問題 媒體的這個的確讓我們有點錯愕 怎麼會這樣子 好我們媒體講一般講 很簡單的那個 分析就是有三個m 第一個是message就是 內容 那這個 你可以 穿粉你可以穿黑 對不對 這是訊息 內容 我們講內容 第二個是media 就是媒體 其實這個講的是通路 然後第三個呢就是messenger 就是講話的人 誰來講這個話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通路的媒體 也想插手內容 他要去審核內容 他要去那個 甚至於封鎖你的帳號 或者把限制你的那個轉貼分享等等 所以通路本身來管 內容這件事情是因為 社群媒體網路以後的事情 社群媒體 當初 看到網路這個世界的崛起的時候 美國的立法 是為 第一個是為了預防駭客 來 那個作怪 所以會給這個平台 一些審核的那個權利 然後呢 這個 也就是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預防有人散佈假消息 就是這兩個考慮點 所以媒體可以對某些言論 採取制約的行動 法律的 根據是這樣來的 結果現在你居然對美國總統去限制 美國總統絕對不是駭客 他講的東西你也不能說他是假新聞 完全不是 你可以現在發現說媒體對 川普的新聞不報 然後呢對拜登的壞消息不報 就是說 他的那個 已經有很嚴重的偏差 扭曲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這種錯亂顯得很荒謬 因為 美國是秩序最 重視個人自由的一個國家 他除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之外 他有一個自由就是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結果現在發現 不是傳統那個媒體 而是那個社群媒體這邊 推特 臉書 YouTube這些 居然會開始 那個介入 以自己的政治立場 去介入這個 言論的那個審核 那這個地方以後要 修改法令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除了假消息之外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假帳號 他讓你覺得這個好像是川 粉的人 比如說是 川普 律師團發的消息 還是說那個原來支持川普的人發的消息 他去用假帳號 甭混進來讓你以為這個是 對川普那個 團隊的人 晃的 其實不是 假帳號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很奇怪 怎麼會 傳統 主流媒體 跟社群媒體 都對川普不利 川普的消息都不報 去報拜登 這個很不合理對不對 所以這 反過來講 川普需要 設立 自己的媒體 川普現在要有 有那個 通路 你現在 川普面對的媒體 全部掌握在對方手裡 深層政府那邊 不對嘛 所以川普要趕快來設立 他自己 或者說 如果你對方叫做左派媒體的話 那你要有右派媒體 如果你認為對方是自由派媒體的話 那你要有保守派的媒體 其實川普上台之前 他就已經 媒體就已經是 比較左了 當時保守派言論就是很悶很悶 悶到川普上台之後 這樣大話浪 大家覺得 保守派終於有人了 而且 現在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講 政治上 叫做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 對不對 經濟上 我們講市場不能壟斷 要競爭 所以我們講權力的時候是分立制衡 但是在經濟上的話 你要講市場競爭 你現在媒體市場有沒有競爭 你現在媒體市場的話 你有左派的沒有右派的 你有自由派的 你沒有保守派的 觀點有點壟斷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 應該看到美國的媒體市場 會發展出新的媒體 新的勢力 像比如說 比較偏保守派的價值觀的 比較偏右派的 比較親川普這邊的 來跟另一邊的 來競爭 在媒體言論市場上來競爭 這樣的競爭絕對是川普現在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 他絕對不是說只是把深層政府的人清洗掉 把美國救回來 不是這樣而已 你不能只搞組織部 不搞宣傳部 一直是這樣子 所以利用這個空檔的話 川普可能會處理一下 重新修改他的媒體策略 他必須要有一個媒體策略 否則的話 他這一次的話 你可以看出他真的是挨打 哈囉各位觀眾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要記得要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會定期的接收到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那麼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話 也歡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區留言來和我們交換意見 新聞大破解的節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點半會定期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